你对我也没有办法呀 难道你真的相信 夏禅说的那些话吗 你不觉得 他很不对劲吗 有什么不对劲 夏禅被日本人 抓去了这么多天 他精神有些恍惚 对不对 他有些害怕 这有什么不对劲 关键是他的指装 这没错 总之我就是觉得 这件事情很有蹊跷 你怎么办 蹊跷 孩子 你不会要做那种 有了情郎 就忘了娘的事了 志愿 乐爷 成了亲就是大人了 今后宁家 就交给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一定要齐心协力 一同打理好这个家 不要让咱们中国相亲 丢脸了 放心吧 爹 好了没有啊 宁老板 魔王娶妻案情重大 已经惊动了上面 你宁老板的嫌疑最大 按照上面的指示 在此案告破之前 我们警察局 要暂时查封宁府 和宁家相防所有财产 你说什么 局长大人 您来的时候 可没说要查封人家的财产呢 我们警察局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难道还要事先请示你吗 不敢 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妈也是在厅差办事 邱先生 你也是重要证人 请你也和我们一起回警察局 好 请吧 爹 走吧 管家 你快点跟我们说实话吧 现在 只有我和大少爷在 你告诉我们 老爷是不是魔王啊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们说实话吗 只是包不住火的 更何况现在宁家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 你只有告诉我们实话 我们才可以帮爹想办法 亡羊补牢啊 你有没有 少爷 少奶奶 老爷 老爷确实是魔王 那些失踪的少女 真的都是我爹绑架的 不 不全是 之前失踪的十二个华女 是老爷派我去绑架的 之后失踪的六个少女 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老爷说 老爷说 一定还有一个人 在假扮魔王 那这十二个少女 现在身在何处 都关在郊外的 一个别院里 请少爷少奶奶放心 他们都安然无恙 老爷只是 把他们软禁了起来 凭日理 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只是每天 从他们身上 用油脆法提取提香 绝对没有伤害过他们的 可是绑架少女 也是重罪 我爹怎么就这么糊涂 还有你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爹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少爷 我和老爷是从小一起 长到大的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他对炼香的痴迷 香小姐之死 对他的刺激 其实再是太大了 在老爷心里 他觉得 香小姐死了 这世上也就无香了 除非能练出 控制人七情六欲的魔香 才能比得了 香小姐的体相 少爷 少奶奶 老爷这是一种病 只有帮他练出魔香 才能治好他的心病 真没想到 我爹居然一直在骗我 真没想到 老爷在知道 少爷恢复了嗅觉之后 就心生悔意 所以才大忌祖宗 在祖先们面前 真诚地忏悔 后来 他也想放了那十二个花女 但是 他又怕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成了对付他 和咱们相会的工具 可是那些姑娘是无辜的 一定要放他们回去 让他们跟家人团聚 这十二个少女一定要放 可是我爹的担心 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既要放了那十二位姑娘 还要防止日本人 挑起我们相会 和花弄们的内乱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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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事了 局长大人 我爹发生什么事了 宁少爷 赶紧把你爹给交出来 我爹 局长大人 我爹刚刚被你抓走了 你怎么又找我邀请人来了 少啰嗦 你再不把人交出来 本局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 不是啊 局长大人 你先把话说清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爹在半路上畏罪潜逃了 不可能 难道我堂堂的警察局局长 你骗人不成吗 我们再回警局的路上 在一个茶铺歇了歇脚 不料 宁老板 宁老板 是嫌这馒头不好吃是吧 我确定老板 你还是将就点吧 老李的馒头 恐怕还不如这个呢 小姑娘 夏禅做的是伪证 等你们查清事情的真相 自然就会放我回去 如今有了夏禅这个重要证人 恐怕宁老板一时半会儿 是回不去的 我说局长大人 你不会是想借查案 查封宁家财产 借机发笔横财吧 凯昊财产 你以为你财大气粗 人人都让你三分吗 到了我的地盘 就是我说了算 你现在跟我百捕 进去以后 恐怕连这个 都没得吃了 局长大人何必动怒呢 念某这么多年来 也没少孝敬你 还是等回到了警局 咱们俩再单独沟通沟通如何 好 好 等我们醒来之后 你爹 安秋生和夏禅都不见了 事到如今 你们宁府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爹一定是卫队前逃了 不但他自己跑了 还把两个重要的证人给劫走了 绝对不可能 你们在抓我爹的时候搜过他的身 他哪儿来那么一乡 我们是搜过他的身 但难保他没安排人在路上做手脚 连查铺的老板伙计们都不见了 他们一定也被你爹给收买了 局长大人 事关重大你可不能乱下结论 人是你们抓走的 现在我爹生死不明 应该找你们的是我们宁家 宁志源 你再也不把人交出来 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少爷 少爷 你帮警察们 正在咱们门口贴通缉令呢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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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志源 防爱却查局办案 那可是要坐牢的 你 犯了你了 来人 给我抓起来 来呀 住手 宁府是摩阳岭最大的相护 而我公公 他是四大相会的会长 今天虽然有人举报 但是案情未明 你怎么觉得就是潜逃了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蹊跷 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把他们三个人的下落 全都弄清楚 如果到时候 确认是畏罪潜逃的话 再发通缉令也不迟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怕我去省警察 盯投诉吗 算了 今天本是你们的大喜之日 看在宁家新媳妇的份上 通缉令本局可以先不发 不过 宁大少爷 必须跟我回警察局一趟 配合调查 不认识 就是这间茶铺 等我们清醒过来之后 不但宁老板 安秋生和夏禅 就连茶铺的老板和伙计 也都不见了 你闻到了什么吗 这空气里 的确还有蜜香的味道 我感谢阅 我快点 不是 我们上证 我们上证 怎么样 这味道很传 不是一般 想可以模仿的来的 应该是我爹的 难道是你爹 劫走了我爹 不会的 虽然这箱是我爹调的 但是点箱的人 未必是他 不是他还有谁 我爹报了案 你爹被抓走了 他为什么还要劫走他呢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时间不早了 宁大少爷 我们还得赶紧回警察局呢 走吧 知音 你回去想办法联系你爹 让他无论如何 不要伤害我爹 你还是怀疑他吗 快点吧 走了走了 下山对日本人还有用处 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让他逃走的 就算他逃走 也不会这么巧碰到你爹吧 至于茶铺里面你爹的弥香 惠子曾经救护过我 随后发现 我要乡里面有几位乡不见了 其中有我爹 不是 现在是你爹了 其中有你爹的乡 可是 这真的有可能是惠子社的一个局 虽然他是个日本人 但是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他对乡的热爱和对你的痴情 他对乡的爱是真的 对我的情也是真的 可是他跟我之前一样 被相依为命的父亲洗了脑 我们都不敢反抗我们的父亲 下山过来指尊我公公的时候 神志有些恍惚 我怀疑 是不是惠子对他动了什么手脚 他一直在研制新的催眠香 那个香可以改变人的记忆 之前你跟他研制香的时候 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还有帮助 现在他可能已经可以练出 这种极品的催眠香了 改变了下山的记忆 我也怀疑过这方面 前段时间他确实 一直来找我讨论香 而且他研究的这个新香 也和催眠香有异曲同工之处 都怪我 总以为可以以心换心 但实际上 就是不愿意去防备别人 不 应该怪我 之前 我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引狼入室了 其实你本性是善良的 都是我爹害了你 现在爹生死未卜 我替他老人家 在这里先对你说声抱歉 你 千万不要这么说 其实你爹 是个苦命人 这些年来他受的苦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我能感觉到 他对我有莫名的恨 也有难以自知的爱 毕竟我跟他相处了这么多年 已经有了非必寻常的心情了 爹要是听到你说的这番话 心里一定会很欣慰 也很愧疚 只是不知道现在爹和公公 到底怎么样 日本人会不会杀了他们 不会 你放心吧 他们对日本人还有用处 日本人不会轻易杀了他们的 我们还是等志远回来吧 等他回来 我们再一起商量对策 志远一定还以为 是我爹接错了他爹 多谢局长大人 对日本相会的关照 慧子感激不尽 区区薄礼 还望您笑纳 好说 好说 慧子小姐 你那迷香可真厉害啊 我们这么多人 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全都被迷倒了 一会儿盘问宁志远的时候 还望局长大人 悄悄地点上此香 这香 点上又有什么用呢 这是慧子亲自调制的催眠香 只要点上此香 再按照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内容 盘问宁志远 就能调起宁志远对安秋生的怀疑 事成之后 家父另有中心 我爹的确做错了事情 可是他向我保证 他会改过自新的 他是不可能畏罪前逃的 更何况我夫人已经绣出现场的弥香 是出自我岳父安秋生之手 你怀疑是你岳父劫走了你爹和夏禅 有这种可能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通 既然我岳父已经报了案 你们也逮捕了我爹 他为什么要在半路上劫走我爹 其实你岳父也并非没有作案动机 你岳父来报案之时 就明确跟我谈过条件 他有我想办法给你爹定个死罪 最好是能在半道上 把你爹给劫过了 可是我乃堂堂的警察局局长 岂能知法犯法 我告诉安秋生 你爹虽然绑架了很多的少女 但这些少女都毫发无伤 你爹纵然有罪 也罪不至死 过了也不能假借执法 来暗杀你爹 没想到啊 他居然指责我 说我会循私枉法 还说什么 只要你们宁家 能拿出一大笔钱 我就会放了你爹 瞧不出来 爹真的让我岳父给劫了 那我爹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 马上去搜查我岳父 救出我爹 搜查 怎么个搜查 整个魔王岭绵延数百里 救我们警察局 这几十号人 怎么能搜得过来 再说了 我们只有证据 证明你爹是魔王 却没有证据 证明安秋生劫走了你爹 如果实在找不到人 那本局也只能广发通缉令 通缉你爹了 少奶奶 怎么样 都找遍了 没有发现老爷和安先生的下落呀 来 吃药吧 娘 我自己来吧 娘都十几年没有照顾你了 还是让娘来吧 好 慢点啊 来 大娘 大哥 轩儿 轩儿来了 大哥 好点了吗 我好点了 娘 我有一些话 想单独跟她谈一谈 娘先去休息一下吧 好 别太累了 坐吧 对不起 大哥 还请大哥原谅我这个小弟 你不惜一切 要跟宁培山成亲 是为了要拿到她手上的香谱 对不对 难道我在大哥眼里 就是如此的不堪吗 我对佩山是真心的 是 后来 我对她也有那么一点利用之心 但我都是为了我们闻家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些年来 你好天长着有香谱 把我们闻家打压的 没有一点还击之力 如果再让她实验成功了 那我们闻家更是会一败涂地 你又不在 我是闻家唯一的后人 我有责任重振我们闻家 糊涂 你从这闻家也不能犯法呀 大哥 你也知道 魔王岭地理位置偏僻 民风守旧 那些未出嫁的姑娘们 私下就更保守了 他们怎么可能让我 从他们身上随意提取体相呢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所以才想出了这种非常的手段 你到现在还没有悔改之心 你是我亲弟弟 我不会在其他人面前揭穿你 但是你现在 要立刻放了那些少女 是 我会放人的 我一定会放的 只不过 现在形势复杂 我得找好时机才能放人啊 什么时机 眼下 那 宁浩天已经败露了 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放人了 我想 等到他们放人的时候 我再跟他们一起 把人悄悄地放了 这样 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账 全记在宁浩天身上 那我不就安全了吗 大哥 事到如今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大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 就算你把所有的罪名 都推到宁浩天身上 可是夏禅 还在日本人手上呢 是 所以我想请求大哥 帮我把夏禅救出来 你是不知道大哥 自从夏禅被日本人抓走以后 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好 如果让我像你好天一样 暴露身份的话 那我还不如去死啊 大哥 看在爹的份上 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大哥 好 只帮你一次 好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好 好 好 志愿 你回来了 警察局有没有拿你怎么样 我没事 没想到今天本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志愿 这是我们的和欢酒 来 喝一杯 你还有心情喝酒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 振作起来 共同面对 就算是我们不吃不喝 不休不眠 也一样会于事无补 是我爹被帮走 他现在生死未卜 你可以冷静 我做不到 你怎么了 叔叔的话怎么这么阅人 以你的聪明 这几个小时下来 你一定会想明白 这些迷香 不可能是我爹放的 不是你爹还会是谁 你爹对我爹恨之入骨 不置我爹于死地 他是不会甘心的 你爹担心我爹 买通了警察局 死里逃生 所以悄悄在半路把他劫走 这样子报了仇 也不会伤害到 你们的父女之情 不可能 我爹如果像你说的 那么有心计的话 他根本就犯不着 用自己的迷香 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破绽 这就是你爹 故意散布的烟雾蛋 他为了报仇 处心几律十几年 他的城府 你是想象不到的 志愿 我知道你和你的父亲 父子情深 我也知道你现在 一定很担心他 可是我还是相信他 因为你要求 他幸好 事 又想得到 那种咖啡 尽量 他也想得到 你 可是尽量 你可以 除了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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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未卜 万一我爹被你爹害死了 我们还怎么相处 志愿 外面天凉 等我一下 路上小心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醒了 睡醒了 嗯 看你现在眼神清明 气色不错 应该是已经完全 恢复正常了吧 乐言 对不起 让你这么委屈地 就成为我宁志远的老婆 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睡得跟猪头一样 辜负了这洞房花烛夜 昨天 你从警察局回来的时候 我在你身上 闻到了一股 很特别的香味 跟之前 惠子姐姐调制的催眠香 很像 可是又好像不太一样 我想 应该是惠子姐姐 又挑制了一种 更加强效的催眠香 你应该是受了 这个影响吧 所以 才会变得那么偏激 和不可理喻 我昨天脑子很混乱 不过睡了宿之后 思路精细多了 乐言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好 不容易 我 都能解决了 都能解决了 你 像是 所以之源 现在 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已经恢复了嗅觉 而眼下的情势又那么复杂 你心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疑虑 但日本人最可怕的春元香 是在于他可以控制人 心中已有的预念 所以你我 都必须要很小心 我已经和少奶奶商量过了 咱们立刻把那十二个少女的亲人 召集到我们宁府来 我要代表我爹 向他们授命原委 真诚道歉 并且做出赔偿 让他们亲人团聚 少爷 少奶奶 万万不可呀 眼下 我们只有下馋这么一个人证 警察局也没有搜到太多 老爷就是魔王的证据 而且那十二个少女 根本也不知道魔王到底是谁 少爷如果这么做 就等于坐实了老爷的罪行 老爷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咱们宁家可就彻底地完了 也没有人愿意和咱们宁家相防 再合作了 那依你之间呢 我们可以偷偷地 把那十二个少女都放了 然后再想办法 证实夏禅被人更改了记忆 做了假证 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 不行 毕竟老爷他才是真正的魔王 他犯下了重罪 我们必须要替他去赎罪 好在 老爷他 并没有伤害到这十二个姑娘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用真心和诚意 一定可以换取到这些花女 和他们家人的原谅的 我们宁家是百年炼香世家 要是传出这样一个丑闻 咱们宁家的声誉 可就彻底地臭了 知错不改还推卸责任 这更影响咱们宁家的声誉 只是包不住火的 眼下日本人正想尽一切办法 挑起咱们中国人的内斗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 不让日本人有任何挑事的机会 少爷 你已经决定了 没错 好 老爷临奏前也吩咐过 让把家业交给大少爷管 既然少爷已经决定了 那我照办就是了 那你赶紧去安排 十二户家人 每一家都要通知到 书 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有你在身边 我就有勇气去面对任何事情 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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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把大家请到宁府来 正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爹因为痴迷于炼香 以至于走火入魔 昨日已经被警察局带走了 那我爹可怎么办哪 就是啊 我们的女儿怎么办哪 可是在半路上 却被一伙来路不明的不法分子 给劫走了 所以从今日起 宁家由我来当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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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就是啊 就是啊 我代表我爹 代表宁家 给各位相信 赔罪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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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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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光赔罪道歉有什么用 你们宁府的人仗着有钱有势 居然敢拿人体炼香 我们这大半年来 这么多虎人家 一直担惊受怕 饱受骨肉分离之苦 吃不下睡不着啊 是不是 乡亲们 是 是 是 咱们啊 魔王领四大阵 说是失踪了十八个少女 他们宁家却说绑架了十二个 那另外六个去哪儿了 是啊 去哪儿了 另外六个去哪儿了 快说 快说 不是这样的 我爹只绑架了十二个少女 另外六个少女 跟我们宁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是就是啊 就是啊 对啊 这魔王领还有另外一个人 在假借魔王取亲的传说 来绑架少女 家编的吧 家编的 就是家编 就是家编 此案警察局正在调查 耶和 你们居然还敢不承认 你们宁家的人就是魔王 你们宁府就是魔窟 对 小姐们 今天我们要为民除害 给我打 住手 少爷 住手 不要打我家少爷 少爷 不要打我家少爷啊 少爷 让开 住手啊 让他们打 别打了 不要我少爷 住手 别打了 少爷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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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志愿 少爷 住手 别打了 住手 志愿快起来 你们欠罚志愿 别打了 不许再打了 我是宁府的大少奶奶 有什么事你们就冲我来 你们要打击打我 不要打我夫人 别听他们的 宁府没一个好人